好 请和尚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这次很高兴 能来跟大家切做金刚筋 其实之前有一个姻缘 本来要过来 但后来一不小心就差点不能来 而且是永远不能来 但不知道怎么样就跑回来 这次就来了 来了当然希望利用这几天 跟大家谈谈金刚筋 那一开始啊 因为现在也越来越现实了 所以一开始要讲这个金的时候 因为过去我曾经讲过金刚筋 但很多人现在也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我们即便听了很多 这个其实到处都有 在讲多有讲多 讲详细有讲详细的作用 但不管怎么样就一个动机啊 就是这一次的讲对大家 还是要有一个实质作用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同学会里面 就讲了 这个就是佛学院的同学会里面有谈到 我们听缘起信空啦 听很多道理啦 听完之后 那有什么作用 那这个缘起信空 到底对我们的智慧开展又是怎么样 那空也空了好几年啦 那什么也没空掉 对不对 所以说到底我们谈这个东西 假如我们在 当然我们讲我们也没那么大的智慧 但还是有一种实际的心情 比如说既然大家来 那就不希望说这个时间给浪费掉 就像留个一句话有用也值得 因为金刚经讲 如果对其中一句信节啊 他的功德多大 你们信不信 那的确如此 所以我想不如用简单的几件 让我们能力有限 让我试着传达一下 我对金刚经的一些体会 那刚才讲过了 我的目的就希望 在这么几天的晚上的讲解 希望大家能实际上 对这个智慧有所掌握 这部经在我们 在中国佛教里面它是很重要的 它的感应最多 它感应最多 就是有人做研究啊 所有在很多传记里面记载 就感应这部经典感应最多 也流传最广 那刚才施宇有介绍很多句子啊 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这个技术朗朗上口 但你是不是能掌握 正如我们讲过 你到底即便懂 那我们是不是真懂 这个有值得我们再缓乎思考一下 那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 注意啊 这个重点是这一部经 我们要讲这个经的意思 即便我东跳西跳 只要你能懂 就是这部经 因为我们有时候过去一直 过去的讲述方式有它的价值 我不反对啊 而且也应该尊重 但我们有时候在讲经的时候 难免后来有点见 见树不见灵 那个精神不见 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刚才一开始也提到 就是我们可以听很多 但倒不一定能掌握它的精神 那其实就像我跟你讲说路怎么走 我跟你 你不一定要重复我讲的话 我讲了很多话你都忘掉 但你只得到说我怎么回去 那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要什么都背起来了 就是不懂 你们这个业障很重 都没诵金刚经 我都在诵金刚经 诵什么经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手指相 我比你们精进 就是我我我还没我 我一直在诵什么 就诵无我相 那讲的就是我 这个你在诵也是一样 反正你这个智慧跟你没相关 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维系的道理 隐藏在这里头 所以我希望就透过这么一个简短的道理 跟大家了解这个经 这个经其实不是光这个文字 其实贯穿的是那一个连串出来的一个思维 它的智慧 其实这个经不一定是文字 不一定是这个文在乎的这个文字 所以说这个金刚经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讲说 这个金刚经怎么定名 这部经怎么定名 都还没讲完就定名 我们以为金刚经是整本 没有走到一半他就问了 可见那金刚经怎么讲到一半就定名 那后面那一段呢 所以我们仔细思考 我们认为金刚经诊断 可是应该诊断是讲完再来说这个诊断叫怎么立名 那怎么中间就插进来了 很多经典都这样 其实知道就是说讲到现在为止 我那个核心 像须菩提他为什么感动的哭了 他认为他未曾闻过 其实我们要问说他未曾闻到 到现在他的主要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要掌握这个精神 那这个掌握到就是这部金刚经所要传达的精神 金刚经两千多年前世尊讲过 请问金刚经还在不在 我认为啊 如果我们今天掌握到金刚经的精神 即便现在是末法 我也是正法 对不对 法又不会衰败 衰败的是我们不了解他而已 所以我也可以直下承担当初金刚波折会上 我可以就在那个席上 为什么 因为佛法在世间人来讲有沉住坏空 究竟佛法其有时间的这种 我们佛法讲时间 你看他的无过去心 无现在心 无未来心啊 是不是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能直下承担这个道理 其实 就像我们讲说 什么叫见如来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我们现在很多人 包括很多念佛的人 他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念佛 有的人认为金刚经不是念佛本 金刚经才是真念佛 因为他讲了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那燕尼说佛其实就是若见诸相非相 其实他的本意在这里 但这要讲又是一大套 但我们现在变成把他的精神给慢慢给什么 改变了 改变到有时候变成不能直下承担那个佛法 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道理让大家了解 佛法如果离开根源的缘起 很多东西都讲不出来 即便是念佛法门 但如果没弄清楚他就越来越偏 所以最重要是如何掌握他的精神 乃至说我们对这里面的一记一记的信节 也不是我们想的就是 我们都以为我们相信 是吗 你认为你相信 他说如果你真的信就应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有没有 这里面又很难说 要讲一大串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把佛法的那种波折 尽量讲到大家能用 而不是只是一个空谈理论 我虽然没有直下能正见波折的实相 但我至少顺着波折的这样的之间引导我 从这种很虚假的表象当中 慢慢一分看到他的虚假 这就是随顺波折 就像大致论讲 无常 观无常是观空第一步 所以当我们开始随顺观察世间的无常苦空的时候 其实就是顺向实相 当我们开始看到虚假的变化无常的时候 其实也是顺在金刚经里面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样的一个精神进来的 虽然不能直接承担 但也顺向他了 金刚经不会讲到让大家不会修 是我们把它讲到很高很悬 悬到不知怎么用的时候 那意义在哪里 我相信佛陀说法 绝对不是让我们听完了以后 不知道下手的 所以后面佛陀讲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云 他讲出了药灵出来 但这个地方 其实背后还有一些我们要了解的 总之我们如果掌握这个药灵 我相信这么一个观念的掌握 金刚经所说的 他的算术脾翼所不能挤压 这样的功德也绝不虚假 你如果了解他的道理 他绝不虚假 所以你也会很清醒 就像刚才我们送三宝歌的时候 唱三宝歌的时候 有没有讲 金乃之此事真正 就是这个真正皈依处 我们下午有谈 其实当我们在谈三宝的时候 我一直希望大家能了解 就是说当你在谈三宝 你能说出那种真实皈依 我们很多的皈依是什么 我现在皈依 但如果重要的事情来的话 我倒不一定要皈依 那没事可以皈依 有事就不一定皈依 我比较皈依的是世间法 但真皈依不是 真皈依是不会动摇的 就像什么都好 但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我的家人你不能给 我不能给 这是我的命根 这是我重要的地方 什么都可以给 这是我重要的 你可以改变我任何观念 日可令能月可令热 世地不能改就是不能改 这不是信心 这是道理 这是真实 地 世地就在这样道理里面 所以你会发觉 此乃是真正皈依处 你那种皈依处 所以说虚大师那种三宝歌 其实唱的也 虽然以前就在唱的 可是每次唱都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 此乃是真正皈依处 我觉得这句话能说出 这句话不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吗 这就是金刚经讲 如果能真信解的人 如来惜知惜见 有没有这个道理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所以我希望 但我们不是只是停在这种文字上 能真正掌握 如果你如果说我挑来挑去的文字 你听完就算了 只要记得 他金刚经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一份智慧 那也就够了 这部经 就金刚经 金刚经 金刚能断 他自己很坚固 不会被坏 而能坏一切 这里面又有意义的 什么东西能坚固 什么东西能坏一切法 这其实这每个道理都是很实质的 所以我都讲说 当我们不断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松 并不是追在 我们有时候学法 有些学得有点头机奇巧 你说我就信 可是偏偏你说信且不信 因为你不信 所以你用不出来 如果你是把这个金刚经 这样的一个波折智慧 当做你真实信节 你应该在身心上 作为上应该是展现这样的智慧的 因为这是你的信念 这是你的智慧 你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在面对的 所以都会讲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世观 这不是强气观他如梦幻泡淫 在佛法里面很现实的 我们现在如果佛法把它转为宗教化的时候 变成我们是依教奉行 其实当然有时候我们是仰望 因为还不懂 但佛法则根源他不是用仰望了 他说你为什么不执着 很多人修行到最后说 我现在不执着 为什么 我现在能忍下来的不执着 这个一定假的 为什么不执着 因为我想执都执不来 不一样 我想执就执不来 我能执但我不想执 不执着 味道差很多 所以有些人修行修到很逼 很压迫 就看到一个东西很可爱的说 不要爱 你早爱了啦 偏偏背后就是说明明认为可爱 然后理性说不要爱 可爱不要爱 然后白天不爱晚上平平爱 这叫修苦行 你这么测一辈子也没用 为什么明明爱 你为什么不看清楚到底爱什么 你不弄清楚他的爱 你就看他爱 爱了就要取 取了就有 有了生老死 你能挡的 就像纳仙比丘金讲的 你中了能不这个结果 那你一爱 后面生死就跟着了 所以像刹那都是生死 为什么 每一个相应的缘起 一种随时缘起的执着 都是生死 为什么一点爱取有就生老死 这个生老死 并不是我们看到只是这个初的一段 这个初的一段 是月报现前的所有的某一个 某一个阶段的生命现象 其实我们每一个刹那 都是在感应生死的 你怎么去断生死 所以我们现在拼命要断生死 对不对 我们学火经常学切割的 要断生死 超越生死 对不对 可是心经我们也天天在念 无劳死亦无劳死 这无我怎么断生死 你看还真好用 念心经的归念心经 断生死的归断生死 这放在一块 奇怪怎么还不会冲突 可见不用心 否则的话 那怎么断 所以当要断生死的 永远无法超越生死 为什么 在缘起法里面生死是什么 相依而生 你不能了解这个道理 你生死无边际 你了解这个道理了 就像心经讲 无劳死亦无劳死尽 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也断生死 是 但这个断生死 倒不是你讲的那种断生死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的修行 一直在断生死 一直在制造生死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修行一直在修 一直在制造生死轮回 好 这个就典型做修行梦 也在修 也在继续做梦 所以以其 所以说你要断生死 你不如稍微冷静一下 去问一下何会生死 这样才断 还有意思啊 你要断也可以 但先搞清楚它 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笼统很笼统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佛 就一直滚在这些概念上 这么力多很多的佛法 其实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东西 但我们不求圣洁之后 这些佛法名相成为你的生死根源 有没有可能 有 没学的话 还能理性面对因缘 一学了以后 就经常在所谓的延企性 滚滚滚滚到最后 连现实的事件事 有时候还搞不清楚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典 它产生这样的作用 我们必须要清楚 它为什么能断 它为什么不被破坏 世界有什么法不被破坏 我们经常讲摄例子会不会坏 会啦 你放心一点 摄例子 我们讲摄例子 我们常讲摄例子 怎么打都不会坏 万你家的摄例子 拿来我打看看 我相信我打这个摄例子 应该不会有过失 因为我把摄例子打碎了 刚好表现出佛法真实义 我这样表现如果佛法的真实义 我反而是金刚不坏 不是吗 你把摄例子这种有违法 当作真实而不坏 这是颠倒 如果我们像一切有违法都是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那你不要一切有违法皆无偿 扣一 摄例子不会 那讲到最后一切 你都要加个减掉一个 为什么 因为摄例子你说的 但问题设例子难得有自信线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观念 我们学到的不能直接用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如何来看待这个道理 希望能很清楚 对我们整个抉择 就是金般若的根源其实就是掌养这样的一个智慧 但我希望我们这个般若能讲得稍微浅浅一点 虽然这样的浅浅有时候会产生误解 但也试着让大家能更加亲近这个佛法的智慧 不至于把这么好的智慧啊 一直只是一种崇拜 一种读诵 却不能如实用它 我们有一个老菩萨 这个诵金刚经送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生重病 他的孙子 生重病就已经不大清楚了 有一次 因为不大清楚 所以他的孙子就拿钢杯 钢杯让他喝水 结果 他一看到钢杯就开始念金刚经了 你看这个老菩萨能把金刚经背起来 他不用背就背起来 就一直念念念念念 他的孙子说 阿嬷 这个是杯子 他说什么杯子 这是金刚经 你看他还放光 对他来讲是金刚经 他就这样一直念 他说你看他很亮啊 他一直放光 他的孙子说杯子啊 你看有点违心 他那时候有时候已经昏迷到 就已经叫不到醒来 你只要跟他讲 阿嬷做功课 他就起来了 像我们的阿嬷做功课 我们就睡了 叫你做功课 他就睡着了 我们就睡着了 可是阿嬷就是 做功课 他就醒来了 他的功课在哪里 在他们客厅 孙子啊 在吵吵闹闹 他在送金刚经 从不会被影响 那个孙子爬到他身上 他在边送把他抓下来 我们都希望有官房 如何如何 人家这个是在 他的官房就在客厅 电视照演 孩子照吵 可是他送他的金刚经 一点如如都不动 就这么念 念了几十年以后 年生中病 你看 你说这种人会往生哪一道 他整个脑袋就金刚经 还能往生哪一道 整个经理 看到的是金 他认为的金刚经是放光的 这是实际的例子 是我们的居士 他的阿嬷 你看 当然我们现在不谈这样 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感应 但我们强调的是 那个金刚经的智慧 那我现在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不希望一直又引导成 另外一个信仰而已 这个信仰必须来自理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佛当中 不断的导引到这个地方 因为从限量 你们知道限量比量 如果我们很多的观念 是离开限量就是现前经验 而谈带高原的比量就是推论 这时候你老实讲 所得到的认知 其实不到能回到现实来 我们很多的道理 必须从现前的因缘里面 不断的怎么样去观察 从这里才得到道理 从这个道理才能举一反三 举一反食乃是举一反一切 也乃一切道理皆如此 所以我们从现前的因缘观察以后 得到这样的智慧 再将这个智慧应用到一切因缘当中 所以这时候你在观察一切因缘 你不是一个架空的 你能用这样的智慧再面对一切境界 或者说我们是存空想的东西 我们不是来自现实的缘起观察 我们是理论概念的缘起观察 所以我们得到的观念是回不到现实的 我们是从现实的缘起去观察 所得到的智慧回到现实的 所以这样的智慧可以指导你的生命 可以引导你 而不是只是一个空谈 这很重要 或者的话 你学在多 你的日子 你过的日子 其实 还是跟一般都没改变 你听完空法以后 你的空是来自你概念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完了以后 你看这个东西 你还是实实在在的 你对世间还是看得很实在 你不能从佛法给你的智慧 去开始面对这个生活 所以它的意义并不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谈的一些观念 我们逐步稍微就是一个一个来谈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 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 它其实是整个菩提道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 它贯穿的菩提心 大悲心 无所得心 金刚经里面 一口气就潜伏在里头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自觉绝它的一条路 这个经典 虽然它重点在讲般若 但其实它在讲般若的起头 是因为菩提心 而这个菩提心里面贯穿的是利益众生 所以其实这部经典 如果你要弄懂的话 它牵扯到很多面 所以它是一条菩萨道 很有意思 好 我们就开始看 因为我就把它集中 如果要细讲 我们再几天我们这样也讲不完 但我试着把它萃取来 把它集中起来 这里面虚菩提甲说 如来世尊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护主诸菩萨 就是如来他很会引导 交代菩萨该怎么作为 我希望大家 因为我现在在理解经典 我会比较用现实 就是说 我会试着把这个经典当作 我现在你告诉我 我的心将怎么跟着走 我用一个实际的 就是说 世尊 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像我们宋心经里面 射利子 射不亦空 空不亦色 射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是观世在菩萨 他所说的 说给那个射利子听的 他说 哎呀 射利子啊 是射不亦空 你不要一直念 空不亦色 他说 受想行事 依乎如是 你不如在我这样念的时候 你试着去懂 诶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你能不能接受 那你在讲什么啊 你这样讲吗 我的心不知道放哪里了 那你就能弄啊 否则我们这样送也没意义啊 你送了一辈子 你根本心经无关啊 他就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所有的心经观念在哪里 照见五蕴 就在哪里 你的身心 就是我们常讲的思念处不是吗 而思念处不就是说婆吗 从这里面看出怎么宴离 所以整个波刘 他的顺向的很多法门里面都可以通的 那我们怎么照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 假如经典这么核心的两百六十字 讲出了三世诸佛 一波刘 波罗 密多顾 德阿尚 多罗 三苗 三菩提 那我就好抓住他的要领 到底如何照 到底如何照 所以最近我在讲元起的时候 你一辈子就研究元起就好了 因为一切元起 为什么研究元起就够了 因为菩提心在里头 一切善法全部在里头 因为世尊还没成活的时候 他是从元起而入 而这个元起是从他现实的生老病史 这里面去观察的 佛陀是直接观察他的生老病史 然后有所启发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宗教的冥想 他找到人生 他当初出家的最源头 他老病史 紧迫着 终归他要老病史 所以他后来自己出家 追寻外道 然后几年的苦修 到最悟入了 就是从他里 谁是他的善知识 他的身体 他这一份生老史就是他觉悟的地方 所以从元起里面建立的世身地 建立的八真道 乃是所有的道品一切善法 元起法就在这里 他因为在此生彼生 全部在这里 所以他是佛觉悟的地方 也就是一切佛法所依 那我们必须从这里学 所以 后来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 因为五蕴就是元起 所以四圣地 试念处是不是关元起 他是另外一个角度观察进去 所以光有的人在关深受心法 再怎么关 不了解元起的话继续关 你再怎么关都没办法比 显微镜更会关 显微镜可以把你的设法看到很细 可是看了老万天 看显微镜的难道会正果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看高倍的每天一看正果 设法是这样 你如果不懂得元起正见 你就算把所有的深受心法 看细看细 他是无穷无尽 你看不完的 你绝对不会有智慧 所以这就是一种 从经典里面看到这样的道理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这里 就是说 看经典也是这样的 佛陀当初祖父 就是西古提问 你应该怎么样 他说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 云和阴住 云和降伏其心 好 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发 无上正等正觉的心的 这样的善男者善女人 我应该如何降伏其心 就是说 我如果发这个心 但我不降伏 非发无上正等觉的心 我应该怎么用 我应该怎么降伏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当自知的 还有当行的菩萨道 就是说 既然你发菩提心的人 你应该哪些心应该降伏 哪些作为应该做 该房的房 该心的心 所以后头会讲说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 非菩萨 为什么 你菩萨是自觉觉他的 你都还迷你凭什么当菩萨 你要一忙引众忙 所以我们经常在行菩萨道的人 但我们到底知道 怎么样度众生 我们做了很多度众生的事 我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问 你这个做度众生的事 跟一般的慈善事业有何差别 你能不能说出差别 你能不能说出他的差别 这差在绝不绝 其实金刚经讲的 有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我们显然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都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我们不是菩萨 不是 我们当然不能究竟马上圆满 这样的道理 可是 如果我们开始真正 开始一步一步了解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如何行菩萨道 这时候你在行的不失 就开始不一样了 虽然还有很浓厚的凡夫习气 但却也不是完全是凡夫的 为什么 你有一份智慧倒在里头 你有觉在里头 那为什么要觉 理由在哪里 因为我们看到众生轮回的根源 我今天再怎么帮助 却无好帮助众生 你看他后来怎么讲 你看我们先念一下 诸菩萨摩尔萨 因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 若失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强若无强 若无强若非有强 若非有强 我皆令入无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死无众生得灭度者 很有意思 到底有没有啊 弄了老半年 所以我们念起来很高超 对不对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试看看 如果这样干的话 你那到底怎么读啊 我理念你懂也不要一直念 要读 可是又说没有 可是说又有 没有就起不了悲心啊 起了悲心就有啊 但这怎么玩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很多人学播的 只好装呆 那碰到到底有没有 不可说 只有这样啊 说有不敢说 说无不可说 所以学波罗本来增长智慧 结果学了波罗 毕业了越愚痴 信不信 有没有 不可说 有没有 没有 那你现在就说 你有没有欠我钱 不 我有没有欠你钱 他说有 没有 不可说 我们很多人学活到 有也不敢说 无也不敢说 因为他不是真懂 这里面如果细弹 还有很多意思 所以弄到最后 你变成内心困难 因为我们的信啊 我们很多东西 智慧是一种产生 叫做圣洁 一种决定 我们会有一种 犹豫不定 表示你不是真心 当你不能真心的时候 这个法对你来讲 你就无法互诛实行 因为你犹豫不决 所以你不能很笃定的 对世间 就是用这个角度来看 你为什么要放下他 我知道我现在执着 但我一丝一丝的 从原起来看里面 虽执着 我也知道 其实也都无常 我的放下不是逼的 是道理 是现实 是现实告诉我 直也没用 这时候你的放下 才慢慢靠近一些真实 否则的话 你就内心里面有啊 可是佛说不要有啊 又来了 又是在苦行 一直环顾环顾 一辈子到最后 到底有没有 学了以后 嗯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内心反而飘渺 不知如何安住 反而是出现这个问题 好 你看喔 他要度尽一切众生喔 但到最后 他因为他里外都一致了 所以他的菩提心 他的悲心 他要度喔 悲心很重 对不对 他度尽一切众生 入无于涅槃 而灭渡之 且又觉得实无众生得灭渡者 因为如果你知道什么叫众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度众生如果有众生可度的话 那你这个度恐怕有问题了 请问你们有没有 我们现在用现实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悲心跑不见了 那要嘛就是我们讲的 要起悲心就掉路 就执着 那如果关空就没办法起悲心 是不是 那请问你到底有没有 你没有我干嘛在这里讲 所以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 到底你们有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我在这里讲没意思吗 有当然有啊 不然你会这样说没有 你们真的在喔 如果接在接了不在 大概是在打瞌睡 对吧 你们在你们在 你们不要以为 真的在 因为我都把你火定了就很麻烦 我们今天的这一切做 完全是自我欺狂了 但我要想 啊怎么在吧 该在的在喔 是不是在 在 是不是真的就完全固定不变 没有 该在的在 不该在的也不在 我刚才讲佛法是很现实的 你现在在不在 在 可是再仔细观察 你的在能不能长久在这里 是不是一直都不变 我要找一个不变的 哎呀还真的找不到 那一个不变的找不到 那个因缘的在 在多久刹那再变 是不是 该它如何还它如何 我们众生是不是这样颠倒 是 就是因为这样不清楚才叫众生 所以这样的众生是众生 非众生是明众生 有没有众生 有 但实际上仔细看 这个众生的实质有没有 我只需要你面对它 因为我避免大家在用 绕这个雨时 绕到最后就反而乱掉了 我不能火定现前的因果法 但我也必须很清楚的 这些的变化的实质 所以佛法很限制的 直接面对它 它在 再仔细看 在 说在好像也一直在变化 你就算没有误入空性 你也开始觉得 的确在 但好像也不再是我认为的那个在 好像会一直不稳定的变化 从小到大 还是在 可是这个在和我当初一口气 就只认为它有的在好像不大一样 这点有点长智慧了 我不要你说马上放下 老实讲哪那么简单 但我至少你开始 从现前的因缘当中看到它说 在是在 我到目前还没办法说它不在 可是它的在又不像我之前看的那么实在 诶 有点长智慧 它本来很可靠 我可以依赖它 后来发觉它也不大可靠 那就它一倒你也不会倒 为什么 你没有把全部的力量完全依靠它 你靠它一半 所以一跌倒 它一倒你会晃一下 还好刚才没有全靠 这叫阿含金讲不随转 我随转它就恐怖了 因为它在我就在 它不在我怎么办 对不对 可是如果它在不在跟我没关 它倒它的 它开始如此 所以我们这样的缘起相对来讲比较现实一点 没有讲得很高 但可以慢慢学 而且从那里学 从你现实经验里面 佛法给你的原则 你试着观察 所以我们要度化众生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希望大家能专心去了解缘起法 你会看到你为何在这里 世圣地 为什么世圣地 因为这份颠倒才是真正的苦极 其他的苦啊 其他的极不是苦 苦地极地 因为没看到真相 世间的苦不究竟 我今天讲的苦是真实苦 因为一切众生都无法逃避的 原因真原因 我希望大家能了解 这份真实的意思 就是说不能改 它就是这样 这代表什么 就是皈依法 我会不会另外找原因 不会 因为原因就在这里 修行怎么修 针对苦极 离开苦极 没路可走 所以我们今天发菩提心 要引导众生当然是觉悟 所以我要度化众生 要揭露无余内盘 就是让他们习诸一切烦恼妄想 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所谓众生则是一时颠倒无名 才有众生的执着 有没有众生可得 你说你在一骚就没了呢 对不对 我又不能说你没有 但我也不能说你一直在 因为很明显 你的在一直在变化 而且不可靠 所以我们后来在学我 从缘起的角度看 越看越真实 越实在 所以我们越来越理性 虽然不能一下放开 但却开始仔细从缘起一面 增长智慧 这个缘起观是活的 是有智慧的 所以这个度化众生也找到方向了 你哪里来我就哪里去 我度你 假如我度众生度到说 今天我度了好多众生 也许你们得度 全场都得度 就是这个讲的没得度 因为他有我像人像众生像 这个自己自己在颠倒 他还在我啊我啊我啊 他还搞不清楚生死从何来 我们知道众生如何为众生 所以这个众生是因何因缘才说为众生 其实上有没有一个真的众生体在那里 真的还找不到 这就是方便名为众生 真正的众生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你前面执着那个众生 但你讲无众生的时候 却偏偏又有众生像 也不断灭 但也不执着 这些众生的真实意 有没有众生 有有没有 没有也有 这不是在玩文字 实际上有没有 有哦 那仔细观察 还真找不到 还找不到 还真的在那里哭啊哭啊 你看 说没有还真哭啊 你看这个小孩子在做生做梦的时候 哎呀被鬼追 有没有鬼 没有 对他来讲有 所以你可以讲他好笨哦 可是你也不能说笨到火定他的苦 在一个还在皱闷的小孩子碰到鬼是真的 没有 但实际上有没有 没有 所以后来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怎么度 他会在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 真的有鬼 可是当妈妈的会不会说有鬼 不会 但跟小孩子讲有鬼 那没关系 待会你做梦的时候 我进去把鬼赶走 赶了老半天也没半个鬼让他赶走 可是这么一弄 孩子说哎呀妈妈你把鬼赶走了 那就好 到最后有没有鬼 没鬼 那本来就没鬼 可是对执着人他就有鬼 有没有轮回颠倒 有 那也没有 所以你看 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心一切唯心照 所以我们做蒙山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这样相做的 他为什么一开头就讲这句话 为什么一切唯心照 因为缘起里面 无名行事名色六入出错爱求 对不对 因此有爱取有有生老死 有不同的生老死 是不是不同三界的生死轮回 有对不对 三界向一众生各个念头差别 隐身的三界差别 所以如果了解这一点 因为我们方便立个无名嘛 对不对 因为其实无名不可得 但在众生还在执着的时候 有没有无名 有啊 所以因为有无名 所以有这种三界轮回 如果你要了解 三世一切佛 就是因为佛就觉悟这个 对不对 那你要度众生 当然就引导在这里 所以众生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受者相 才轮回 所以我必须要度他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那我要让人家 因为他执着的这些爱取有 是不是 你看无名 这个十二元起 你们大概多少知道了 名色啊 六根啊 六成啊 这样的执着 其实有没有 我们众生一以这样的颠倒 那个力量就形成那个 因为有我 本来没有我啊 他执着有我 他为了我们人啊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修行的根源在这里啊 你要找到根源的头 我们就修行修到很多地方 其实是透过众因缘来肯定那个我执法 他的缘 他是在这里 为了要增加保留这一份我的爱着 所以他必须因业力落入不同道 一定会形成一个懒着性 不断在滋润攀原 以顺着掌扬他的我 所以落入不同道 会有不同道的夜报向出来 那我们落入人道就长出六根 然后赶快吸收 就像那个吸血中 为什么 因为他要透过六根攀原六成 以证明自己存在 然后一旦证明存在的时候 他就不断的去肯定 有我的六根六成 然后从我的六根六成 在不断的自我肯定 这叫轮回 所以我们很多修行修了很多 就只有没有修到一点就是 我们不断在修 但我们忘了我们在不断修的时候 竟然把一切修行功德回到什么 有一个我 那刚好是我们所有修行要断的 结果你什么都断了就这个没断 你就是这个没断 所以你的修行感应一直不出来 我们世间人用不同方向去修 形成不同的执着 他最根源的执着就是那个我 结果我们不断在修的时候 什么都舍掉 就是那个最根源的执着还保留着 结果他就还在原地上 所以菩萨一定要觉 他要觉众生为何轮回 所以菩萨度人一定是自觉觉他 因为他如果掉到另外一个境地 一个众生不得度 再过来自己也不能解脱 所以他到最后什么 我要令众生入无于涅槃 这时候才知道说 你已无众生可度 事实上他越来越觉悟 所以无众生可度 并不是要断灭一切法 而是我刚才讲过了 我众生是在这个因缘当中 执着才开始颠倒 我们看到电视 不执着电视 就好了你不要把电视砸坏 只要不执着就好 你不要为了表圣不执着到人家家里 都把人家电视砸了 你也可以不执着圣诞老人 可以讲很好听的圣诞老人的故事 不影响 即便在现实当中有什么差别 如是如是因缘生灭 我在乎的是觉不觉 你看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我的智慧来自缘起 我的智慧回到缘起 所以我的智慧是 不是独 我的智慧看也无相 表现在一切处 我的智慧不是独 断结一切尽的独幻想 冥想 不是 我的智慧是从缘起当中体会 我的智慧展现在缘起 所以菩萨道为什么他能活起来 因为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来自缘起 他的智慧表现在缘起 所以一切缘起处 皆是菩萨度化众生处 金刚经讲 一切法是否法 没错 这个阿含经里面谈 所有的现前一切法 不就是入所处 我们让我们轮回的那个 身受心法 那不就是入到处吗 让我们执着造业的身受心法 就偏偏是让你解脱的地方 五印是让你轮回的 偏偏照见五印皆公 才能让你度一切苦恶 流转十二元起 让你轮转流转三界 还滅十二元起 还是十元起 哪里看 你就算一元起 所以他会不会断灭 他不会 因为他的智慧 是从元起里面得的 所以他的智慧 他不拙而已 所以看因缘如何生灭 他是寥寥分明 而且能广观一切极细微的差别 不会在这里 菩萨他 那勇家正道歌里面 他不拘小节 但他能不拘小节 却能广观极维细维细的元起差别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心念里面 确实是如此 一个念就一个世间 所以我们这个每个心念 在过程当中 其实会形成你自认知的 爱取有 明色六路爱取有 这些随你的颠倒会塑造 所以你现在会长成这个样子 都刚刚好的 所以我讲讲 那个胖成这样不要怪 那一定是吃的刚刚好 才胖的刚刚好 好运也刚刚好 倒霉也刚刚好 为什么 如是因如是果 不要再错怪姻缘了 都是姻缘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当我们了解一切根源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度化众生就会有很多善巧 直接跟他说不行 间接再不行 退而求去 不行不行不行 讲到人圣去了 然后讲人圣的时候 有智慧的人讲人圣 还是佛圣 为什么 他只是应积差别 但他在了解人圣的时候 是依缘起的究竟道理在说人圣的 应的积不同 讲的是善巧方便 但他的智慧 佛讲人圣的时候还是佛的智慧 所以懂得人圣的道理照样可以入佛 为什么 已经刚刚讲一切法是佛法 懂得误入人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哪个地方不是你入到处 因为哪个地方不是缘起处 既是缘起处 如果你能识观察 不落入这份颠倒 哪个都是误入处 所以你可以从你的色看 你可以受想多看 所以嫩言经里面六根可以看 六成可以看 你看你哪里指就哪里下 为什么 一切法是佛法 所以会修行的 随手拧来都在修什么 为什么 都是缘起 所以他的智慧不是隔空的 变成平常坐着很有智慧 一面对近就跟一般人笨的一样 不会啊 因为他的智慧不是隔空的 他是从缘起当中观察出来 那如果你看 佛陀为什么能断生死 因为他的观察是就从生死出观的 所以他体会了这个道理之后 他超越生死 为什么超越生死 没有生死好超越 因为知道生死原来是颠倒往前 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知道生死无劳死亦无劳死尽 所以他叫做超越生死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三界性很浓厚的 所以有的人偏偏念佛 偏偏爱这个娑婆 你念佛 可是你爱娑婆的爱 居有就是娑婆的生老子 你怎么厌离 你至少有一点对娑婆的观察 看到这种娑婆的外在的苦 也看到这个生命的虚假 这才真厌离啊 所以厌离娑婆 当然也不是理论 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如果念佛能验到有一点成就的话 多少他对娑婆有一种厌离 因为这个娑婆其实就是身心的爱佛 我们一般验外面的事情 就偏偏爱这一块 这一块 我要把这一块带到极乐世界 这一块太大块了 莲花会做别人 所以这一块要减重 减少一点执着 多点真实厌离 少了这种烦恼爱着 这就可以往生 否则的话 去哪里啊 明明就爱娑婆 就是娑婆的生老子你去哪里 这讲这个就变成不合道理了 所以这个当然现在不再谈这个 我们过去有谈到那个 自信心的念佛的问题 但这个关键其实有很多是要智慧的 你没有智慧你没办法信 信是你嘴巴讲 你的生活实实告诉你 告诉你自己 你在做的选择是依着世间法 你根本对世间是蛮爱的 所以我们不是下午讲 注念的人 要死的人念佛 阿弥陀佛 他其实蛮想活的 去注念的也很想活 但嘴巴都想往生 所以要死的人说为什么是我 诸念人说还好是他 所以都没问题 所以那不是做假的吗 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这样看 要一步一步来 那一下要讲完的 我就发觉这样讲 永远讲不完了 所以他有这种观念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非菩萨一开始就跟你讲 因为这样的相是违背缘起 违背对缘起的觉悟 而刚好这样的执着 刚好是轮回根源 因为我们看到生命的流转 它不是要你个别看 其实如果我们要再讲缘起的话 我们现在很多人讲 我们了解缘起是不缘起的 我们把十二支看得一块一块的 其实十二支照理讲是不可得 这要细讲的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我们谈缘起 谈得不缘起 把生命看死了 就认为又从那种三四二重因果 讲得硬邦邦的 这样的讲法其实是 因为三四二重因果的分段缘起 它是方便的一种角度 但如果讲到最爱 爱就是爱 取就是取 有就是有 这个不是缘起观念 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乃至无劳死 亦无劳死尽 十二缘起皆不可得 为什么 因为十二缘起的每一支都是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阿安静说的 那因何因缘才方便定为爱 取啊 有啊 无名啊 为什么 当初你看到这么多的因缘 形成的好像实实在在的东西 结果实际上都是相依而生 今天讲词 讲笔 说词也好像词 原来词靠笔 那笔靠谁 笔靠直 囊到最爱是谁靠谁 原来两个相互诈骗集团都是假的 但我们就由词认为笔 有笔来肯定词 有的色执着受想 有的受想执着色 弄到最爱 其实都是假的 偏偏就是因为都互相保证 结果都互相证了 其实都是这样 那因为看不到这个缘起的道理 我们有时候光看看 看不到它的相依性 看到不到它的缘起性 就算你把一切设法看尽 你还是不会解脱 你就是一直观寿 观寿 观到彻底 你也不会解脱 因为你看不到寿的缘起 无颠倒性 无知信义 你必须从缘起角度去看五蕴 去看四念处 或者如果你一直看 看到之后 你会得到某些感受 但你不会得到智慧 你会得到很多的结论 但你得不到无自信的道理 所以有的人 为什么不需要很深的定 因为重点 终极点 是在从缘起当中了解法无自信 而不是不断的往法的细腻 不断在追逐 有的人执着 所以只好用着禅定调悟烦恼 往细观察 究竟处其实在活头那时代 很多都是会解脱 他不需要生的定 那为什么要生定 烦恼重 只好继续继续 否则的话 像有一种七种解脱 那有的人 他就一刹那就解脱 有的人就必须要不断 欲戒色戒无色戒 一切一步一步修修到彻底 你才入阿罗汉 那每个人跟性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道理啊 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度化众生必须找回源头 所以发阿尿多留三秒三菩提心的人 必须要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未必 因为发菩提心里面有一个重要 是觉悟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 第一个 皆入无于虐凡 而无于众生入虐凡 对不对 他有无所得 再过来 他度尽一切众生的 度尽一切众生的大悲 而且这些人是发菩提心 你所以发觉 你发觉这三心是不是连在一块 菩提心必须觉相应 所以后头真正 菩提心的人会起大悲 大悲的人会无所得 无所得的心 才能显现大悲 那这样无所得的大悲心 才能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是不是 否则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没有觉啊 我们只要发好心而已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我们这个发的好心里面 发这个菩提心里面 经常少了觉的内涯 你想度阿中生 度往哪里去啊 你自己都还在那里飘 我教你度谁啊 是不是 所以度了老半天 度出很多的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瘦解相 我今天回去沾沾自行 还不少人呢 不到啊 这个 那出家三十年得到这种结果 悲哀了 到最后还不是这种环伏一个 因为没差别不是吗 那个谁啊 当家事 你没有联络多一点人来 你小心 这下弄到最后其实不过是反忽 你这样度有什么意思 所以道人如果要知道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他如何安住在这个法 这是无上价值 谁都不能取代 后头会谈 所以他如何降伏其心 就是不能落入颠倒之爪 所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就是简单来讲 不要在因言和耳相当中 忘取任何一个法可得 那不就颠倒了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 你不要讲说一个东西一得 得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我说我一切都舍 我留一点点就好 这么一点点就所有亲戚朋友都留在那里了 你信不信 一跟非一啊 在逻辑上就是一切了 一一块 非一就另外一边 非一好像很大 可是在逻辑就是两边而已 你们有没有听到 一跟一之外的一切法 之外的一切法是不是很大 一就一个嘛 那一跟非一 那非一其实讲到最后就多一痕而已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知所一 因为你的存在 非一就存在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舍掉一切 就留个一全部都跑回来 所以我们很多人用功修到老半天 结果一起颠倒 原来我不是断你们了吗 没有我们在门口等你 我们就等你颠倒就全部回来了 而且还不是我们离开你 就像我下午讲的 休了老半天 烦恼你怎么跟着我 他说我才没跟你 是你拉着我 你一直留着那唯一的一 以至于那些非一 只好跟着一跑 你为了很执着左边 我右边 没有右边怎么会左边 为了让你满足执着的左 你执着左边 我右边要跟着跑 为什么 因为你执着他 没有我他怎么会左边 所以我们讲现在很多人 跟婆媳之间 那个婆婆本来精神不好 后来起了媳妇以后 精神好了 那本来老人没什么斗志 后来有媳妇好打 从此生命有意义了 他开始运动了 等他到最后说 我这个媳妇说是不孝也未必 自从他来以后 我身体才健康 本来有点老人痴呆 自从他来以后 我再也不痴呆了 因为为了生存 要跟他对抗 所以后来发觉 原来菩萨的事情 还很多类 顺的也可以 腻的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们修行里面 很有意思啊 我们修界定会 对不对 界定会伟大了 没有 贪生吃才伟大 因为有了贪生吃 你才有机会修界定会 所以你如果继续做你的修行梦 贪生吃他就说 其实我才伟大 有我存在 你才继续做梦的 做什么梦 做修行梦 所以修了老半天 原来你修界定会 是在滋润贪生吃 是 他道理就这样了 所以你修行修到最爱 若有我像人像中正相受 这样修到最爱 变成不是菩萨 所以这是佛法最根源的地方 你看不到源头 你所修的就变成神虚妄 包括后面讲 那我们应该怎么行 他说 菩萨以法 因无所住行以布施 他用布施做取代而已 其他一切法都不能住 我们现在故意装呆 不要住 住啦 没关系 你住 住 比如说我们在玩大富翁 玩过吧 小孩子大富翁 我们是不是也在玩那个钱 是不是玩的也很精彩啊 会不会住 不会 为什么假的 假的就不能玩 假的好玩喔 对不对 然后玩玩玩 玩到买这个大楼啊 过了赔钱赔钱 然后到了十点妈妈说 说起来明天再玩 这一辈完了下辈子再来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没有玩 一玩 懂的人照玩 为什么都是钱 但都是假钱 假钱也可以玩 只要不值就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布施的时候 为什么要布施 舍贪 贪 贪是一种颠倒妄想 所以我必须用布施来对质 所以真布施是怎么样 要善文提供 如果留有布施 尚有爱佐 圣也爱佐者叫做贪 贪就不是布施的本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边布施边直 所以变成半吊子的布施 半吊子的布施 半吊子的布施 就会有很多福报 也有很多业障 钱很多就偏偏怕人家抢 为什么 过去也布施也有福报 但就是还有一点不亲近 还是有人会抢的 真福报 国头就不需要管钱 因为他不用钱 所以这种福报里面 要有就有 也不用经常算钱 也不用开账号 都不用 很亲近的福报 我们的福报 有福报也可以用 但还是有点怪 所以像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我们在知道 为什么要布施 因为我们有众多的烦恼 所以佛法 就展身种种的方便 所以像《中论》里面讲 不生不灭就够了 为什么要讲27品 他说众生执着 不生不灭就可以 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你偏偏要执着 是要讲27品 讲到最好还不是一品 他还是一个缘起道理而已 整个中观谈的就是缘起道理 但我们就必须要讲 我们想布施 直接人入金进禅定智慧 因为众生 以不同的缘情 产生不同的烦恼 所以我就必须要讲六度万行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布施 讲出多少种 那个布施有77种 布施到非常细腻 布施到非常可爱 布施到会把人性的光辉都表现出来 你要不要拜托啦 我给你好不好 你拿好不好 哪有这种病人 拜托人家拿的 拿到真的你拿好高兴 拿到没高兴给人之后还高兴 这是菩萨刀 弄到这样很奇怪的 你这给你好不好 你需要什么 百般问 就像那个地藏简家 下心含笑 让我公养啊 不好啦 拜托啦 你是不是有问题 一定理多必诈 不是 他真的想给你 他看到这种修行菠罗蜜的可爱 他看到解脱自在的可爱 所以很乐意舌 然后他不但利益众生 他也乐意在这种成就 所以后来为什么菩萨常在生死中 因为他不但要断我执还要法执 他要圆满菩提道 所以菩提自量论讲 离开有为很难成就 什么叫有为 就是缘起嘛 所以他必须在不断生死当中 为什么他要观法空啊 所以他是要圆满自己的菩提 同时因为不忍心 所以他不断的来回 第一个他必须不断在这种生死当中观察法 所以离开有为他不能修 离开有为他不能纯粹入无为 因为他要圆满菩提 所以他必须不断的把他不究竟的地方再通达 第一个悲心再过来自我成就 他是两个一起的 所以这时候他要布施 他布施舍掉贪的时候 第一个利益众生 同时他必须怎么样不能注向 因为注向的布施本身是颠倒 又是另外一个执着 这么一个执着怎么叫做布施呢 所以达到清净的布施的人 必须三伦提供 达到清净的戒法 他必须让三伦提供 因为若有能锁 本身就是是非 能锁的戒法 本身尚有造作 造作才是众生最根源的苦恼 偏偏如果你持什么戒 很多怀恼就去掉了 结果最重要的是非苦恼的根源却没防 所以为什么真正慈戒的人 到最后必须让人放下 他整个慈戒的因缘 所以我们要讲说 什么样的烦恼 烦恼怎么缘起 我的戒法就跟着生起来 所以你的出浅的烦恼 我用出浅的戒法 根源的烦恼 根源的戒法 根本的烦恼还要智慧 这时候就是无灼戒 甚所战戒 就往这边走 因为他必须通到研头 所以真正的解脱 生文戒法 必须有解脱 要有这种道理 你才知道你的持戒 怎么会通向解脱 否则你的持的戒跟外道 你会发觉 我们持这个戒跟外道 外道还有的比我们还厉害 对不对 就外向来讲 你怎么去抉择 你现在持的戒跟外道 有什么差别 不共的功德在哪里 有的人还讲不出来 所以他必须在六度当中行持 第一个 对这不同的 对缘起的执着 生起相对应的方法 来破理这个执着 同时利益众生 就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 他的福德不可思议 所以你看他到后面讲说 世故虚菩提 诸菩萨摩尔萨 因如是生清净心 不因注射生心 不因注身相畏触法生心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现在我们要讲 为什么因无所助 我们现在很多人 读到金刚经以后 就开始装呆了 不要助 不要助 所以看到红灯不要助 就造冲 还好有三宝家子 刚好没车过来 红灯就红灯 那你说你分别红灯 我当然分别 我分别 我知道红灯是因何因缘而来 依众生世俗地的分别 我必须随顺它 我当然分别 你看维摩杰军讲 善分别诸法相余低欲不动 有人说 哎呀你这叫分别 没有 世尊成佛以后 叫阿难就叫阿难 不会叫成穆建年 哎呀对不起 最近老了 看不太清楚 因为我没看到 今天有讲这句话的 他该分别就分别 你有错就错 他分得很清楚 哎呀佛说无分别 怎么还要那么分别 那这样无分别 我马上叫你无分别 我有顿抄法门 你们要不要 要带很多钱来哦 除了很多钱之外 还要一个帮球棍 来一敲就无分别了 那可是没有保证 待会会不会分别 醒来就分别 现在一打就没分别 所以我们很多人 无分别就变成愚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观念 什么叫无分别 一个道理 因为分别实在不 我为什么不注射 我们现在都注 但我们为什么不注射 后来发觉射不可注 因为抓不到 所以佛法观空 不是观空哦 其实佛法观空是观自性 自体哦 观自体以后 哎呀自体不可得 方便名为空 所以空一不能止哦 空只是对我们看到的东西的 一种觉悟的说明 不是有一个空哦 其实它是观自性 观自性 发觉自性不可得 所以我常举例啊 比如说 现在人很多这一间酒没人住 听说有宝尽一只蛇 某某人去看有没有蛇 结果他就站在门口 蛇怎么可以叫我观蛇 连房子都不可得哪有蛇可得 就在门口 蛇无蕴皆空 房子不可得 不可得 什么都不可得 然后一直自我催眠过来无蛇 然后回去就跟师傅讲这间没蛇 师傅说这样那间那一晚上你住那里 怎么可以 万一有蛇怎么办 那你刚才不是观蛇 没不可得吗 你们现在怎么又有蛇了 那你观了到半天 到底有没有蛇 因为他的无蛇是自我催眠的 站在门口 一切法因言生故不可得 不可得 其实你这样弄到最后变成很虚假 你就什么蛇 就倒到房间里面 欢箱倒柜 蛇啊蛇 蛇到最后 全部都翻完了 尽所有信 如所有信 观察到最后 该找的都找 无蕴皆关 后来就算没蛇 晚上你住那边 好啊无怪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因为他真的没蛇啊 他是在找蛇找不到 所以没蛇 他不是有一个叫做没蛇的 都很实际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观到最后 就自我催眠 不住不住不住 哎呀不要分别不要分别 所以我常讲碰到这种人 你很方便 就跟他借很多钱 先不要讲 借完了以后就讲说无住 一切都不可得 不可得 你自己说的 那你怎么可以自我 我有可得没关系 我得 你没得 你没得 我得 有钱哪我管你那么多 我得没关系 你没得 所以能借所借借空 就一口气他就醒过来了 所以很多人在讲那种空谈 无住怎么无住 我们现在刚才一提到 无住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虚假性 我随现前的因缘观察当中 一分一分看到他的虚假性 虽有住也慢慢不住 这就是从重缘当中不断增长智慧 所以世间如何因缘 你怎么不关缘起就住 这叫菩萨愚痴啊 哪有这样的菩萨 所以因无所住而行以不失 所以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生智慧心喔 该生就要生 要啊 左边就左边 右边就右边 红灯要停 绿灯就走 就是这样喔 一切如此如此 该他如何还他如何 妨碍你 没有啊 结果吃饭睡觉还是吃饭睡觉 但不在一日之前 那个迷迷糊乱吃乱睡了 是不是 看起来跟正常人都一样 不一样喔 一个有觉一个是迷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无住 不是故意取一个立场不住 而是发觉想住住不来 所以修行不是一种强迫自己不要住 是从智慧上理解说 所以很多证悟的人 他不是一种勉强很悲壮的 我经过不断修行之后再也不爱了 谁让你那么悲壮啊 阿罗安妮问他你爱不爱 不爱 为什么不爱 怎么爱啊 我再爱一次看看 嗯 爱不来 为什么 没所爱我怎么爱 你要我爱也要所爱 这所爱都没有了我能爱吗 我不要说能爱 我连我自己都不见了 都自动执着都不可得 我怎么爱 所以修行人如果跨过这一关的时候 即便逼自己再爱一次都爱不来 没有就没有 所作以伴 犯行以利 不受厚有 为什么不受厚有 就没有因怎么厚有 所以他们很清楚不受厚有 没因不受厚有 你们现在醒来的对不对 醒来嘛 对 醒来嘛 对 你知道啊不受厚有 你知道现在醒来的 我不是颠倒 虽然有时候有人在睡觉又在做醒来的梦 那是另当别论 可是你现在是不是知道你醒来的对不对 其实这是评语啦 我没有颠倒性 我梦中的那种虚虚假假的追逐 在这个时候没有 那我们只是相对的 但觉悟者是不可能了 为什么那个颠倒性没了 那个颠倒性才让我轮回在梦中受苦 现在醒来的想颠倒都不可能 不可能颠倒 为什么 就没有了嘛 那有没有很悲壮 没有醒来就醒来哪有悲壮 就醒来而已啊 所以后来很多人修行修了老半天 弄得很苦能很苦 其实修行刚开始未成就之前当然很苦 其实弄了老半天是自己给自己弄得很辛苦的 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没做到 但本质意义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修行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开始求道 我们这时候更加清楚 所以我一开头讲 这一生就追求元七法也够了 为什么 因为为了圆满这个元七法 会顺向一切善法 因为佛陀依元七法成就广大的如来功德 所以如果你真了解元七法 也能收拾的一切如来功德 所以佛法依他成就 我们也走这份古仙人道 好 你看还有意思啊 去菩提 以云合如来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如来有所说法也 去菩提如我结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怎么弄到变成发菩提心 发什么心 结果竟然没有定法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发什么心 所以菩提心是不是有菩提心在里头 我们发什么心 无有定法 那要不要发心照发了 但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何谓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菩提心的本质 所以那份觉要是没有 你发菩提心难免只是一种善心 所以我们现在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无有定法 为什么 定法不可得阿 我以如实智慧观定法不可得 成就活到 这才叫做菩提心 如果有一把可得 背离的这一份觉性 刚好你随发 刚好背离它 所以我们不是讲 我不除妄想 不是我不除妄想 我这样的除妄想 不了解妄想 硬除妄想 就是增长妄想 对不对 我如果五蕴 我偏偏要灭五蕴 你不用五蕴本空 因为它因缘合 所以你只要造箭 谁叫你灭五蕴啊 结果我们开始一直在修行 苦行没用嘛 找不到源头嘛 所以我们变成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好难得的人 这么用的有道心 可能弄得了半天白忙一场 所以我们在有那个 我们有一个山洞啊 我们闭关的地方 绝王洞啊 我自己就随便写一下 绝了 因为绝嘛 绝了无意 就一切法无自信义啊 绝了无意 但笑己 习时痴迷 搞得老半天原来白忙啊 原来习时痴迷 以至于往受轮违 那王呢 王念有情 准备它和日梦行 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 你要抓到原点 抓到重点 或者吧 世间轮回也苦 修行也苦 找不到源头 里面不断的 哎呀世间不可爱 然后就修行之后 不修行还有世间可爱追逐 只是到最后倒霉而已 修行变成啊世间不可爱 可是我这个孤儿要住哪里 他要更惨 因为他只知道世间不可爱 不可得 结果他觉得自己可得 结果变成为了这一个可得的 我不断寻世间哪里可以皈依 寻寻秘密 寻寻秘密 那好可怜 有时候我们修行到最后 很想解脱啊 很想解脱 就不断寻求何处可以解脱 参啊 参老半天 参到最后好苦啊 结果这么一条路 断手断脚回来 才知道放下就是 就断手断脚 这时候断手断脚就没问题了 反正因为这个手脚也没关系了 反正都是要活上场的 没关系 可是没有经过这一段百般的追逐 用自己的妄想不断在追求佛 弄了老半天 岂死不就当价吉士 你好好冷静观察 这一份让你苦恼已久的 这一份苦恼心 他就是路到处 所以你要讲说 他有没有说法 后面会讲 他说一切贤胜皆以无为法 皆以无为法有所差别 为什么 都去依缘起了 只是看得透不透彻 所以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但凡是正果的人都有一块 在他所正道的法不可得住 才叫做圣者 在他所未能正道的他这一方面 就跨不过去 但所有道理都不离开缘起道理 所以从缘起无自信里面正到一分一分的果位 所以都是依无为法 都是缘起道理 但同样的缘起所正的看到的是 我们方便举例 这个桌子假的 因为他是由桌脚桌板组合的 结果桌子是没了 桌子材料我执着 现在桌子没有了 桌子的材料也只不过木头 木头也是什么组合 一层一层都是从缘起看到它 虚假 但有的人就在这种缘起无法通达到一切法处 虽道理懂 但他无法现观作证一切法皆不可得 所以就分出果位差别 所以既然圣者如此 引导众生自决绝他都是依这条路 所以包括你说法能不能说可以说 而且你发觉任何法随不同的因言展现无尽的差别 但说完有没有说没说这绝对不是玩弄 为什么因为我所说只是应激说实无一法 我说不到那个法因为那个法不可得 我所说只有三角 你要有所说先要它在 问题它不在你说什么 那你所有说是假想众生有如是如是颠倒 观察众生有如是颠倒 因言由此方便立个笔 有这样的烦恼说如此的法 烦恼本身因言变化所说法也变化无久 所以法门无量寺院学 其实学到最后也学不完 最重要的是那个根源 所以金刚波德经就直接抓根源 这是无上圣 这是最根源 所以西菩提才会觉得说我未沉稳 但我们听到常听了怎么会未沉稳 西菩提是不是有点问题 西菩提才不会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有的人讲说这个波德经讲那么多简单 不都一样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简单一句话就好讲那么多 不都一样你才一样 活彩播那么无聊整天就重复再重复 他当然随不同的缘取众生的差别 一直在管关一直在引导你切入 只是因为心态粗 粗到看不动差别 就像我们的眼镜很差 我们现在买相机不是五版外温数 六百七百 其实也没差了啦 反正你也看不到那里去 除非你那么无聊 洗个相片那么大张像海报 我这都老是想洗出来这个相片再怎么看 三百四百再上去你也看不清楚了 因为你的眼睛太粗了 看不到那个细微差别 但实际上有没有差别 有但非你能能力观察 一切法相无尽差别 也非你粗糙的心看 你不容易看到它一点差别 所现出的种种因果法不同 它是如此啦 好 后面我们再继续讲 世故虚菩提 菩萨因离一切相 八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很多人就离一切相 就故意装呆不起相 你这个相不是另外一个相吗 我们有一个相叫做无相之相 还不是相 所以离一切相不是故意离 是智慧 为什么离一切相 你如果能离一切相 你生一切相也无妨不是吗 你只要知道故事是假的 你用尽所有善巧 假失色一切故事何妨 是不是 你又不颠倒 所以离一切相的人 可以印一切相 能观言其 不被言其假相所束缚的人 他能生一切功德 所以后来讲说 以空如来杖能产生什么 不空如来杖 因为活成果 到 那么晚 好 如来 你看 如来路面不是完全没的 不是死掉的 其实如来是习诸一切颠倒妄想 涅槃本身不是死的 我曾经讲一个涅槃的本末究竟 因为我们把涅槃经常等同死 有意无意等同死 不是涅槃本意是习诸一切妄想 所以以佛的究竟来讲 他一切妄想 像譬如说我们本来很重 很负担很重 结果一解决了以后 你还是你啊 但因为我虽然体重 其实有的人体重不重 但感觉很沉重 有的人很胖但很轻巧 那只要把烦恼拿掉 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都很轻巧 奇怪烦恼也做不到 怎么烦恼拿掉以后就很轻巧 本来不想帮忙人的 一旦有智慧 为什么都很轻巧 因为心轻安 所以东西并不是自从了解之后 它并不是断灭 反而从此衍生如此无量无边 如幻化无尽功德出来 这是佛法的东西 拼命感 不过没关系啦 尽量讲 希望大家有所体会 有时候我讲话速度很快 因为我嘴巴只有一个 后面排很多我挤不上来 挤不上来 所以你们只要听懂就好 其他不要管那么多 好我们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去你 邀我 习惯 这是 你的 成功